大家好,咱们今天做一道金针培根卷 培根选用这种袋装的冷冻的 然后咱们把它解下冻 那金针菇整个把它清洗干净,去掉根 金针菇撕成小盖 培根从当中切开 培根片卷入适量的金针菇,卷时卷紧 用猪切穿起来,每三个一组 碗中加入蒜蓉辣酱 少许的白糖,鸡精,蚝油 生抽,啤酒 老抽调色,加入半勺清水,搅匀备用 平底锅烧油,油热后下入卷好的金针菇 煎至两面金黄,倒入事前调好的料汁 开锅后三五分钟,烧至汤汁稠浓 撒入葱花,熟芝麻即可 这道菜趁热使用,口感最佳 喜欢的朋友们点点红心收藏起来吧